大卡車一輛接一輛 載著醫療用品和食物進到加薩南邊的拉法關口 一發衝突第14天 關口終於開放 當地時間上50天左右 物資從埃及進到加薩展開原道救援行動 在這之前 各國給加薩的物資都卡在關口進不去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親自到場視察 遇上大批群眾舉牌舉起抗議 而過程中是美黑女子 更指著CNN記者標罵表達訴求 還有抗議民眾拿著照片 說自己無法找到七個姐妹 因為家人全被困在加薩 自己卻無法和他們聯繫 透過外星圖像可以看到在關口開放前拉法過境點 外頭有超過兩百輛人到人住卡車排隊等待 明明救援物資抵達卻不能通關 罹難人數一再增加 為此美國總統拜登 也曾和歐洲執委會主席會面 國際界每天都在施壓以色列 趕緊揮住關口通席 畢竟每多等一天 衝突下的傷亡都難以不及 TV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